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载有报 天天独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王毅指出 美国是世界不稳定的最大乱源所在 究竟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中华聚焦 我们关注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继续关注中美贸易谈判的相关进展 联合早报和新华网再说 中美贸易谈判磋商双方的牵头人对话 达成一定的共识 也就是要磋商剩余的一些事项 尽快达成相应的成果 包括你像环球的推特 包括联合报在说 中美第一阶段的谈判 极有可能接近达成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里面存在变数 比如香港问题 我们还需要持续地观察 经济日报一条消息 就是特朗普言 就是中国和美国达成 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之后的话 有可能会暂缓遏制中国 为什么呢 要迎接大选 会不会如此 其实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生态下 很难 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和信报再说 中美没有就第二次 第三次贸易磋商 达成任何的共识 那么至少在明年年底前 美国的大选之前 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再来看彭博社和信报 再说一条消息 中国逆发6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 也破了自己的记录 那么中国的这种债市 我们的收益率要比美国高 相信会有很多人来认购 另外一条消息 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消息 说的是什么呢 中国在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之后 将会把焦点放在和欧洲 在贸易上的谈判 这说明欧洲才是我们 关注的一个重点 今日俄罗斯和金融时报在说 巴斯夫这是一家德国的公司 准备在华投资一些化工的项目 主要是一些塑料的制品 这也是中国放宽了 这种所谓限制清单之后 德国也在中国加大了投资的力度 另外信报和金融时报 再说一条消息 就是欧洲的四家投行 现在已经削减了在美的业务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投资环境 不断的恶化 那么金融时报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世界贸易 9月份是急速收缩 复苏的希望已经破灭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两家的进口 在大幅度的减少 还有日经中文网一条消息 全球560家企业利润增至10倍 中国是最多的 这里面就包括腾讯 包括美的 还有珠海的格力 另外还有新机 以及江苏恒瑞制药等等这些企业 下一条消息来自于信报 和今日俄罗斯的相关消息 华为呢 说什么 我们现在手机销量只能排第二 为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不断的打压 否则我应该超过三星 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德国 不会把5G的临选排除华为 为什么呢 他说之前的斯诺登已经曝光 你美国的设备不安全 我也没有排除美国的公司 下面再来看美国之音 和今日俄罗斯的相关消息 美中贸易前景不确定的时候 中国加大进口巴西的大豆 其实我们粮食进口应该是多元化 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那么联合早报一条消息 挪威呢有意进军中国的猪肉市场 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庞大了 新华网和卫星网再说 外交部副部长乐宇成就说 中俄的关系始终处于 中国外交的一个C位 C位的概念就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美国对中俄搞 所谓的遏制战略 是不会得逞的 注定会失败 新华网和卫星网再说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俄罗斯是非常重视中俄的关系 也是在一个高位的状态 包括普京将会在2020年再次访问中国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人民日报说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希望中日双方 共同利用好这样一个机制 什么机制呢 就是人文交流磋商的机制 来做到中日之间的民心相通 文化相通 明报一条消息 还是习近平认为中日关系向好 希望通过某一个机制 来加强我们之间的人文交流 这个至关重要 NHK和信报在说 习近平明年春天 可能会访问日本和韩国 也希望为习近平访问日本 营造良好的访问环境 那么大公报和共同网一条消息 就是日中为恢复日本的牛肉 对华出口签署相关的协定 这对于日本来讲的话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了 新华网一条消息 就是外交部遭见美国驻华大使 提出严正的交涉 为什么呢 在涉港问题不断地通过错误的法案 干涉中国的内政 人民日报两条社论 一个是煽动暴乱的恶行 必将被国际社会所唾弃 还有就是要看清 美国某些政客的双面嘴脸 为什么 在涉港涉台问题 美国采取的是双重标准 那么星岛日报和南华早报一条消息 王毅就指出 乱港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 希望美国要言行一致 更不要把香港作为 遏制中国的一个桥头薄 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一条消息 指的是坚持一国两制 这里面就提到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不断完善 所以一国两制的方针 不会发生丝毫的变化 下面我们再来看 林郑就指出要尊重选举的结果 虚心 聆听 并且反思 包括环球时报英文版 也指出相关的问题 来自于星岛日报 那么星岛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禁盟面法判违宪 那么港府准备上诉 这条消息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阿里上市 那么联合早报就说 阿里上市迎来回家的里程碑 还有开始价比招股价高了6% 为什么呢 大家对阿里还是信心满满 好了 《中华书报》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大公报一条消息 现在渔船也可以玩兼职 比如配上不同的水文气象 包括海底地形地貌的科考的设备 将可以兼职来做科考的工作 还有就是联合早报一条消息 南船北船现在准备合并 成立的是中国船舶集团 那么这在全球的竞争力 将会大大的增强 大公报一条消息就是 中国沿航天飞机一小时可达全球 其实这里面应该指的是空天飞机 这样的话乘客才能接受 靠火箭运输 好多人是受不了的 我们来看文汇报一条消息 说的是中国今年涨薪 达到5%到8% 17省出了工资的指导线 那么台湾的旺报也在说 中国大陆的就业人口 前10个月就已经达标 突破了1100万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当然中小型企业在里面 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所以对中小型企业 一定要采取鼓励性的政策 台湾的旺报另外一条 就是飞天珠连跌 三周北上广深是有所感悟 这里面跌了多少呢 降幅最高跌了两成 来看信报一条消息 人民银行加强股市债市 汇市的实施监控 既要增加其流动性 更要监控其风险性 下一条消息来自于英国的路透社 央行报告说 金融风险已经在高位缓慢的释放 但异常的波动风险也不容忽视 必须要做好警惕和监控 那么人民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那么文章里面其实提到了 就是要找短板 补短板 这样的话才能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好 人民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就前十个月 外汇市场累计成交超过167万亿元 下一条消息 金融时报包括CNBC说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警告导致比特币 降到了六月以来的新低点 为什么呢 比特币在中国是完全不合法的 所以挖矿的人最好别再挖了 那么大公报和文汇报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知识产权 赔偿上限将会增至500万元 而且是中外企业要一视同仁 对于某些国家来讲的话 中国已经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们已经做到了立法 人民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我国将建成10亿亩高标准的农田 为什么呢 粮食安全必须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人民日报另外一条社论 坚持大统战工作的格局 这里面就提到 无论是机制 人才 方方面面都要保障 才能让统战的工作做得更好 星岛日报一条消息 蔡赖配民调的支持度 可以说比韩章配多了三成 确实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 选情不容乐观 大公报一条消息 台制造业生产续跌 全年的衰退成为定局 台湾必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 一个最大的牺牲品 还有大公报 台湾援助给某些 所谓友邦的直升机 飞了百天就坠毁了 为什么 这些直升机本身就是该淘汰的 但是没有更新 就给了所谓的友邦 看 这就是台湾的一些心思 根本不会把好东西给你 来看中国时报和星岛日报在说 中国创投主席夫妇 那么在台湾出境的时候被限制 而且送到了地检署进行侦测 说它有可能会有间谍的行为 另外我们来看 经济日报和中国时报再说 耿爽就说 澳大利亚说中国渗透 澳大利亚的国会完全是抹黑 这就是一个谎言 为什么澳大利亚对自己的政治体制 一点信心都没有 下面我们再来看 美京网和南华早报一条消息 为了一张北京的车牌 50岁大妈竟然和35岁的小伙结婚了 这个东西看似合法 但是不合理不合情 所以也被这么一个车牌 逼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那么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再说 每周干杯酒 下咽癌的风险高了19倍 包括喝酒的时候 脸红心剂也会有问题 下了节目 需要喝杯酒压压惊 看来这个酒还是得继续喝 那么再来看一条消息 来自英国的卫报 这个是在悉尼的一个歌剧节 每年都会有一次 大千世界 我们就看一看歌剧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的背景 包括它的文化是什么 最好走进剧院 走进其他的文化场所 尽管语言有可能不通 但是文化是相通的 也是了解这个文化 包括这个国家的内涵的 一个主要考量 好了 广告之后 继续读播 国际聚焦 我们继续关注弹劾特朗普的 相关事态进展 中国新闻网和CNBC在说 下周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什么呢 可能会有新的证据 还会有弹劾的报告 另外 今日俄罗斯和世界日报 在说 弹劾特朗普的调查听证 不会停止 就算有一身brain来 尤其是共和党不配合 但是也会做相关的工作 而且作为民主党来讲的话 他也知道弹劾不可能成功 但是希望把弹劾做成 特朗普的班加西事件 也就是成为特朗普的滑铁卢 这对于特朗普的选举 将会带来很大的掣肘 另外我们再来看 新浪和卫星网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 阻止众议院 接受特朗普的财务记录 因为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现在是有豁免权 那么豁免权之后 或许会有很大的麻烦 再来看卫报和今日俄罗斯一条消息 这条狗在击杀巴格达迪的时候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你看出席对他的一个 讲成的一个典礼的时候 特朗普就给记者说 不要张嘴 否则这条狗 你要张嘴 他就咬你 另外我们再来看 世界日报一条消息 防止幕僚干扰 不仅是幕僚 还有媒体的干扰 那么特朗普说 椭圆办公室我不去了 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要在我自己住的地方办公 这也是特朗普的一个新花样 为什么呢 他觉得办公室不安全 可能会有多少只眼睛盯着自己 CNN和新浪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不让博尔顿用推特 白宫说他年龄太大了 忘记密码了 不是我们不让他用 是他自己忘记了该怎么用 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和新城在说 美国众议院即将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被特朗普扣了很长时间 如果不是克林顿去催促 相信特朗普还会压着这个案头 去讨价还价 那么再来看这是五角大楼 相关的媒体和东亚日报在说 金正恩碾碎了919协议 下令在西部海域边境地区开炮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你美国不愿意好好地去谈 对不起 我还是希望我行我速 来维护自己海上边境的安全 韩联网和信报在说 金正恩指导海岸炮的射击 韩国呢表示遗憾 尽管表示遗憾 但是呢也是无能为力 毕竟目前韩朝的谈判 处在暂停的状态 韩国的中央日报在说 青马台对有条件推迟终止 韩日情报保护协定后 日本的反应表示强烈抗议 为什么呢 日本还是要做出相应的妥协 才能让这样一个协定 最终得以续签 联合早报和卫星网在说 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 同意加强海洋塑料垃圾的应对手段 尤其提出来要在改善空气质量 等八个环境领域要扩大合作 包括比如在雾霾的信息上 中国说我给你提供信息 如果出现了雾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不要相互抱怨 中日韩这些环境污染 必须来统筹考虑 一体化考虑 抱怨不会解决丝毫的问题 好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联合报另外一条消息 温室气体的浓度再创历史新高 你看无论是二氧化碳甲烷 一氧化碳都创了历史新高 看来全球变暖已经成了一个趋势 那么卫星网和新城在说另外一个问题 荷兰响应法国的号召 在霍尔姆兹海峡执行海上保护的任务 而放弃了和美国进行合作 另外再来看 还是卫星网和纽约时报 再说一个问题 美军现在又恢复打击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恐怖分子 那么特朗普失言了吗 实际上他是希望安抚另外一部分选民 那么中央广播电台和星条旗报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无视美国的压力 土耳其现在要测试俄罗斯提供的S-400导弹 既然买了这么多导弹 花了几十亿美元 我不能当摆设 我必须要把它用起来 所以无论美国怎么说 我都要用这款导弹 今日俄罗斯和联合新闻网 在说一顶帽子 这个帽子是希特勒戴过的 但是黎巴嫩的一个商人 就把它买下来 而且捐给以色列 为什么呢 防止这顶帽子落入到新纳粹人的手里 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 甚至会掀起所谓极端的国家主义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样一个遗物可能带来的是一种负面性的效果 我们来看星条旗报另外一条消息 3D打印 现在可以打印炸弹和炮弹 那么对于美军的基地保障来讲的话 更加快捷 我想打什么炮弹就打什么炮弹 只要把一个3D打印机放在空军基地就可以了 卫星网和幽宁另外一条消息 说的是克里姆林宫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交谈 这里面主要谈到的一个就是天然气的供应问题 包括天然气的过境问题 还有就是乌克兰军舰的返还问题 总之很多问题 但克里米亚问题 包括塞瓦斯托波尔问题 对不起 没有办法进行讨论 还有就是纽约时报一条消息 就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禁止俄罗斯的运动员 以俄罗斯代表团的身份参加国际比赛 以个人的身份可以吗 俄罗斯可以考虑 卫报和FT中文网在说 英国六十所高校教工举行八天的罢工 为什么呢 一个是养老金 一个就是工资 还有也是英国的路透社在说 加拿大爆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铁路大罢工 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加拿大的经济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裁员 所以有很多人不干了 上街了 抗议了 还有就是卫报和信报在说 威尼斯人冒雨上街 抗议政府治水失职 所以才会让威尼斯水漫金山 新城和纽约时报一条消息 加太分离主义政党支持西班牙联合政府 换取的是什么 关于独立的问题 咱们单独会谈 同不同意 咱们谈了再说 还有呢就是英国的路透社和联合早报 再说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 他就说英国现在是一团糟啊 不能比现在更糟了 而且呢在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也不要过分的紧张 或许能够达成好的协议 那么还是卫报和星岛日报再说 德国东部的珍宝馆出现最大的窃案 损失86亿 包括三套钻石 这实际上表明 德国的这些珍宝馆也好 博物馆安保 看来是存在一定的漏洞 Daily Mail和明报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阿桑奇有可能在狱中身亡 为什么呢 他的身体不好 所以60个医生建议应该让他去看病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 互联网支付呼吁呢就是数码恶托邦 所以网络上应该有契约 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消息 那么信报和大公报再说 新加坡首饮假新闻法 政客不能够在网上胡说八道 必须要管控自己的推特 Facebook 联合早报另外一条消息就是 2018年德国11.4万女性遭到家暴 所以法国要实施严格的措施 防止家暴的再次发生 BBC呢就说 英国货柜车的司机首次承认 自己协助非法移民 导致这么多人死亡了 还有CNN和信报在说 西班牙截获可卡因的潜艇 这个潜艇里面载了多少呢 三吨的可卡因数量可见 包括BBC和新浪在说 一方面就是优步在伦敦的运营牌照 可能会被吊销引起地震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伦敦来讲的话 认为你Uber提供的这种服务不安全 CNN和明报在说 LV准备斥资购买提菲尼 现在提菲尼已经答应这起收购案 这也是一起天文数字的收购案 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在说 亚马逊年底将会在拼多多上开店 为什么要选择拼多多 是因为关注中国市场 这个至关重要 那么今日俄罗斯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游泳的时候 游完泳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摇头摆尾 可能会伤及大脑 怎么办呢 或许用棉签 用其他方式来把耳朵里边的水 把它控出来 否则的话对大脑不会有丝毫的好处 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评论 要谈的是什么 就是王毅外长指出 美国是世界不稳定的最大乱源 究竟怎么回事 谈一谈这个话题 我们来看路透社的一条消息 中国外交部称 美国滥用国家力量 打压特定的企业 美国锁住门 囚禁的是自己 那中国的话来讲 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今天焦点评论有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严重误判中国 全面遏制 肯定是徒劳 肯定是无效 首先一点的话 美国现在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忧虑 天天想的 中国将会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将会取而代之 其实啊 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话 从来没有想过去挑战美国的霸权 也没有想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 这一点美国完全是多虑了 但是美国现在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 确实充满了忧虑 认为假以时日 中国取代美国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自己的经济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所以我们不想改变美国所打造的国际秩序 但是中国需要代表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美国现在确实全面地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遏制 而且经常是指路为马 采取双重标准 而且把中国作为头号的对手 既然如此的话 中国该怎么办 需要做好一个称职的对手 让美国深刻认识到 中国的发展是无害的 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这是中国的自信 也希望中国的发展 能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包括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带来重大的奇迹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读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